第五局 好球 这球还是算到了周琦豪想侧身 樊振东直接堵了一个直线大脚 再看一下 第一板塞反手 第二板塞直线 漂亮 第五局一上来 又是高质量多拍的回锁 对于樊振东来说 其实第四局输的还是比较遗憾 但是必须从第五局一上来 丛林开始重新发动 漂亮漂亮 周琦豪反手率先发力 樊振东直接是借力 防了一个直线 对球是一个借力发力 又是正手形成对拉 哇 肖玉板太精彩了 周琦豪现在在场上啊 真的是打得非常的松弛 很有灵感的发挥 你再来看一下 哇 漂亮 又是强强对抗 周琦豪侧身发力之后 樊振东直接借力发力变直线 今天一直靠这个战术啊 得了很多分 翻出台又是特切 太漂亮了 今天周琦豪真的是高水平啊 甚至是超水平的发挥 我们再来看一下测界之后 樊振东拉过来 周琦豪直接跑动当中 反拉回头 快皮底线 周琦豪上手测身抢拉 防一个大角度 樊振东现在追回一分 加油 女军转到这手短 回摆 体长 反拉 两人又是正手对拉 萧一板 这两个人呢都是属于打实力球的 所以我们会经常看到这种 大范围的跑动中远台的对拉 整场比赛的关键局 好球 简厉的防守 又擦网 这是一个幸运球 好球 其实前面樊振东是防得不错 因为周琦豪已经有些退台了 樊振东是简厉的防守 造成了周琦豪有点掉位 但这是因为掉位的情况下 这球拉了一个他往 也是樊振东的一个拿分的杀手紧 一本现在反超 削一板之后 樊振东连续进攻 再打高球 周琦豪再放 樊振东还上了 再来 第六板 周琦豪这手感也太好了 防到正手 两个人牺牲队拉 这个比赛 这一分真的 这应该是今天的最佳球了 都不是五佳球十佳球了 周琦豪从高球的防守当中 我们看反拉高球 而且这个球拉得很转 相当的顶 真是一个绝佳的被动当中 防守反击得分 但我必须要告诉你 我真的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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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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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